大家好 我是乙古 大家好 我是朱古拉 我們現在身處大阪 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歡來大阪旅行 除了玩大阪關西附近的地方之外 由大阪出房還可以去到很多不同地方玩 不只要經板神 這次我們受到JR西日本的邀請 來到大阪 特地允許這個關西廣泛鐵路周遊券 去玩近遠的地方 適逢這段期間 江山居行他們第一次的藝術祭 叫做深之藝術祭 晴天王國江山 我們就用這個pass去江山 帶大家去看看藝術祭和有什麼玩 JR西日本法行的關西廣域鐵路周遊券 可以讓你在地圖上顯示的區域 五天內無限次任答 包括山陽新幹線和特急列車 價格成人是12000日圓 大家想由大阪玩遠一點的地方 千萬不要錯過 而在深之藝術祭舉行期間 JR西日本推出了兩個特價的套票 第一個就是關西廣域鐵路周遊券 再加藝術祭鑑賞護照套票 原價要14500日圓 現在只需要12000日圓 即是等於買鐵路周遊券 就可以免費獲得藝術鑑賞護照 第二個就是關西廣域鐵路周遊券 再加江山樂響周遊券 江山樂響周遊券 本身是一個景點的套票 可以選擇三個喜歡的設施 出時QR Code就可以輕鬆入場體驗 例如江山城的入場券 再加巴菲 江山最古老的牛仔副廠 Betty Swift 1500日圓的優惠券 又或者是倉敷美觀地區的萬步優惠券 用了套票就可以幫你省更多 而且在深知藝術祭舉行期間 江山樂響周遊券 還可以換藝術祭的鑑賞護照 即是省賣省賣 最多可以省5200日圓 作為自抵證明眼的你 當然是買這個套票 在大阪站中央口這裡 大家可以換JR Pass 將你買了的QR Code列印出來之後 然後去這裡的機 1-5號機就有這個Logo 而且它有一個位置是Read Passport 你刮完Read Passport之後 就可以拿到你的JR Pass了 你可以選中文 然後按QR Code 掃描 把你的QR Code刮進去 那你就可以按你使用的日期 例如我們是今天開始 我們就召訂 同意 然後就把你的PASSPORT放在這裡 Read 就可以拿回PASSPORT 就在發行上 去拿好車票 YAY 那我們的JR Pass就拿走了 BYE 深知藝術制情之王國江山 一共42組 43位藝術家參與 藝術作品主要設置在江山縣北部 所以建議大家用JR Pass 坐到樽山站 在樽山站的樽山觀光中心 換令鑑賞護照 只需要向職員出示QR Code 就可以得到門票 這張鑑賞護照 在藝術制期間都可以用 不過一個會場只可以入場一次 而藝術制期間 春山站每天都會有藝術周遊巴士 可以去到不同地區的會場 在8號巴士站就可以坐到的了 我們現在來到深知藝術制的第一個景點 就是這個SPARK內爾 剛才聽到職員介紹 原來裡面這個藝術家 就是今集二十一世紀美術館 那個泳池的藝術家 同一個人來的 來到江山之後 被江山的大自然經驗到 於是激發了他的靈感 去製作了這個藝術品 進去其實很簡單 就是用我們之前換了的票 他Read的QR Code就可以入場了 我覺得真的很感受到大自然 好像進了森林裡面 是呀 我覺得它完全是把那種感動 濃縮在這個空間裡面 所以令到你的感動位置加了很多倍 是呀 雖然它好像一條吊橋 其實原來它是黏著地面 然後它就有些特製的玻璃照射 反射回上面的樹林 好像做了森林浴一樣 你看到森林下面是有些光子出來的 原來是想模仿太陽的照射 不同時間的照射 然後就看到那些樹是搖著搖著 好像是大自然一樣的 嗯 好像有些風吹 連聲音都很舒服 進去都不想說話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現在是江山藝術之女 我覺得自己簡直是森林之子 哈哈哈哈 我們下一站就來到剛才的藝術品旁邊 這個內耳丁現代美術本 其實就在對面而已 這個內耳丁美術本 其實它剛好適逢今年在30週年 所以它就有很多不同的特別展品 所以就跟這個藝術制 合起來就有些特別的展覽了 我覺得這裡的藝術除了可以用眼看之外 還可以讓你親身走進去 是的 最深刻印象就是太陽 因為它進入了空間後 它因為專門弄到是勁斜的 向後和向右面斜的 所以你進去已經感覺到 我現在不是在地球 我現在是一個太空 它好像進入了一個滾桶 是的 然後就像你不平衡 在外太空吸重力 奇怪的情況之下 然後去欣賞太陽 而且你看到這裡有一個搖搖板 天花板也有一個搖搖板 所以它好像倒影 我看到葉菇也差點扶不穩 因為它拿著鏡頭也 真的站不穩 我覺得這裡有一個太陽的感動 真的 這裡很漂亮 對 大家看到這個藝術品 它特別之處是 你站在這個金色框架和鏡頭的角落 這個位置 就可以看到兩個天使 如果你走過去 怎麼會看到兩個自己 是四個奶 對 另外這裡 其實它還拼設了一個圖書館 圖書館是一個浴經室 它裡面現在都變成藍色 它將會做一些一塊塊的瓷磚 它上面整個房子都是藍色的 不過它是未完成的 它稍後會連同一些小朋友 一起畫一些畫在瓷磚上面 然後會貼滿整個房子 到時候它完成了 大家又可以看到浴經室的另一面 而這個美術品的重頭戲的展品 就是瓣本龍一先生的作品 他跟一個知名的攝影師 一起展出這個影像和音樂作品 這個是已故著名音樂家瓣本龍一先生 最後的作品 它原本是在中國那裏展出的 為主代美術展 他做了一個內宇丁的版本 它的音樂是七分鐘 五分鐘是播出版本龍一的音樂 而有兩分鐘是故意空白了影像 是因為它想來 可以欣賞到它原本在大地這個作品 我覺得它將一個特別的展出 和本身這裏有的藝術品 混合在它的展出 我覺得它很有心思 你可以坐在一個長椅 然後聽著音樂 看著那個影像 一個人身心靈真的得到 放鬆 自己的身心是去了另一個層級的那裏 在藍圈下面拍照 超級漂亮的 真的超級漂亮的 它也是一個藝術作品 它的名稱叫做 我們剛才在太古裏面 我發現藝術家 就是藝術家 全部是有串連的 我覺得日本的藝術家很細心 就像剛才版本龍一的作品一樣 它特地空白兩分鐘 是為了令你去欣賞其他藝術家的作品 這個細心 就是藝術家與藝術家的尊重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值得欣賞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早奶豆腐店 它這裡是吃豆腐的 它整個外觀很懷舊 很有風味 我們現在就坐下了 我們今天這個是豆腐大餐 首先我們今次叫的 就是一個豆腐的預先 它是逢星期二到星期六都有的 我們今次這個就是有咖啡的 所以是1950一個餐 它上面有很多不同的豆腐的製品 例如有這個 在日本很矜貴的芋皮 還有豆腐 炸豆腐 還有一些炸物 連這個海綿蛋糕 它都是在這裡做豆乳 有時候你可能吃吃吃 不知道是吃什麼 其實它上面這裡是有一個講解的 而且好像手繪風一樣 很有趣 我要開動 我要開動 它的味道很優秀 很清幽脫俗的味道 剛才很特別 它說豆腐是很軟的 然後複皮就加這隻 藍色這隻醬油 炸豆腐呢 炸豆腐呢 即是吃三種 你已經用三種不同的調味料了 很香濃豆腐味 而且你看到一盒起的時候 是有些凍的又凍的又凍的 哇 很好吃啊 這個豆腐 哇 你以為這樣吃豆腐是很爽的 哇 是不是把那個 掉了那個豆腐 對呀 很好吃 當然好吃很多 它還沒再出一點 是掉了那個豆腐的豆味 哇 很好吃 這個真的 你看看這個豆腐 很棒 原來這個醬油是很濃稠的 超濃稠的 超濃稠的 很精彩的 這隻很喜歡的 我們現在試一下這個 炸豆腐先 它裡面還帶有整塊豆腐 哇 很好吃 不像香港有時候會吃到的豆腐 裡面是沒有豆腐 只有外殼 就會吃到一口油 就算你在這裡只有豆腐 也會令你很滿足 我們試這個高貴的腐皮 它當你刺身 旁邊還有一些芥末 哇 日本的腐皮真的很高級 是高級品 幾百粒只有幾片 很清新的味道 而且它好像放進去會溶 很痛苦的間店 原來那個豉油再加芥末 去吃 原來是這麼配合的 從來沒想過腐皮是加芥末 我們的飯後甜品 這個就是那個豆腐雪糕 它不會太甜剛剛好 嗯 但又是很重的豆味 嗯 這個加了那個甜豉油 是呀 豉油味來的 很好吃 它當雪糕像豆腐一樣 加了一些甜豉油 嗯 很美味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這個 津山馬拉比鐵道館了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蒸氣機關車展示出來的 說明藝術仔嘛 這裡和藝術仔有什麼關係呢 原來這裡請了一個韓國藝術家回來 把這個博物館所有的窗 總共有2880塊窗 都貼上那些七彩貼紙 根據不同的日光射下來 很漂亮的 對呀 射下來就好像一個反射 然後地上就會有些好像彩虹的顏色 對呀 然後最重要的 其實我們現在這個時間 不是最美的 它最美的就是西斜的時間 即是差不多日落的時候 剛才職員展示了一張西斜的照片 我們打了下來 好美呀 所以大家如果來這裡打卡 知道要多少點來呢 那些人是不是知道我不夠1.75米 每人都知道你1.53米 我們現在就來到這個津山觀光Center 為什麼我們要來呢 是因為其實剛才不是帶大家去這個津山站 換藝術制的PASS 但因為津山站那裡是沒有停車場的 那輛車的人就去車站換就最方便 但如果你是開車過來的話 就建議大家來這個津山觀光Center 因為這裡有停車場 上去二樓的事務所那裡 你跟職員說聲就會換票給你 一樓就是買這個手信的地方 我們已經忍不住買了這個 晴皇回去吃 耶 而且非常便宜 一盒只要600日圓 低到爛 其實一輯大輯只要1100日圓 因為東京買的也要1900日圓 這個公安Center 你乘的免費Sortle Bus都會經過這裡 另外這裡是可以租單車的 如果大家不想給那些免費巴士 時間限制的話 你也可以在那裡租單車 自己踩單車自己去巡遊不同的景點 因為其實都不是很遠 踩單車可以到的地方 沒錯 另外在官方Center 往往左邊走那邊 都有一個藝術制的展品 有三大個很大型的乒乓球桌 那我和二姑就去玩了 這裡已經有備了這些乒乓球拍 你可以立即在那裡打乒乓球 看我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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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像鄧亞萍 鄧亞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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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耶 來吧 決一死 Round 2 欸 輸了 現在決勝角 Round 3 哈哈哈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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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是未來乒乓球界的新星 還是未來 哈哈 還是未來的 我是現在的 這樣我們今天藝術之旅的最後一站 就來到這個滿旗洞了 其實我們剛剛已經進去看完了 裡面藝術品的藝術師就是 完全實快 首先本身這個洞已經是一個 國家天然紀念的天然物 其實原來是一個中雨洞 裡面的環境很涼快 我負責人說其實一年四季都是平均15度左右 對呀 剛才進去我以為是有冷氣的 對呀 其實不是冷氣 很舒服 對呀 然後裡面有很多不同的中雨洞 原來那些中雨洞要積成1cm那麼長 都要100年 對呀 我們看到那些很長很長的中雨洞 其實已經差不多有20萬年了 沒錯 我在她面前真的有一個寶寶 一個大陸寶寶 我想想 我有20萬年才好像可以你這麼大顆 因為她這麼小顆 對呀 很感恩 你用了大概50年時間長成這樣 沒有50年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大自然其實是美性的大自然 其實因為中雨洞很矮 所以你是要半蹲 對呀 但有些位置我以為自己要彎腰 但原來我可以站直 彎腰走其實也不是很明顯的 只要穿著球鞋就可以了 捲穿實花的作品就是在中雨洞的序裡 裡面是用了曼莎珠華的花 再加上她的燈光和音樂 完全是把捲穿實花 想在滿期度表現的世界觀 是完全100%感覺到的 對呀 我自己覺得真的是另一個世界的氣氛 首先她的音樂是真的挺地獄的 始終曼莎珠華這個花也是地獄之花 但我覺得她很有趣的就是 你在另一個地方很難找到一個大自然 再加藝術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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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剛才進去看到她的紅燈 其實是令你會有一點恐懼感 對呀 因為她就是想表達這個世界 對呀 而且我覺得這裡的最好之處 就是她的藝術 是你可以走進去 可以拍照可以走進去 就不是說還這樣放在這裡看 因為好像我這些 不太懂藝術的人 可以走進藝術品 她這個滿期凍 其實也是一個戀人之性對 我剛才地下有個心心 剛才那一支CNB劑就是你的戀人 她用了一百年時間為了你見面 在一個夢期裡面 沒錯 你快點回去找你的寶寶仔 拜拜 在夢期裡面走出來 就會到這個Fullet Eye Center 這裡也有一個藝術製的藝術品 就是一個攝影師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看 另外這裡還有一個小賣布 這裡有一個Buffet 這個Buffet 就是媽媽們去製作的Buffet 大家可以試一下 好 我們現在去吃晚飯 現在我們又回到江山站附近了 我們今晚就是吃壽司 我們現在坐下來了 這間叫做活種仙壽 它是吃Course的 我們今天叫的就是Ikidane Course 就是6000日圓 我們這個刺身就來了 它今天是有4點性 最吸引我的就是這個Nishigai 它是一個貝類 然後做了一個醋加了這個岩鹽進去 試一下醋加岩鹽 好爽口 現在來了這個就是本日的煮魚 它是一個月子來的 好 現在試一下這個 看起來好像很軟軟的這個月子 它上面有些骨 應該可以吃完 它上面還有些芝麻 所以很香 而且這個月子的濕 平時有些比較甜 比較濃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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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是很輕身的 沒有那麼濃 但是很好吃 這個好吃 我們的壽司來了 它一共有8件壽司 它這裡的壽司 它可以點醬油 柚子醋 又或者它中間這個 有喜馬拉雅鹽 你可以自己在這裡忙它 很特別的就是這個 生的白飯魚仔壽司 還有有牛油果的壽司 我覺得很有趣 いただきます 嗯 白飯魚這個很好吃 其實在日本吃白飯魚 其實你看到它平時都是白色的 其實都是熟的 要夠真的新鮮 才可以做到三個白飯魚仔 然後就是這個 第一次吃 牛油果壽司 我第一次在日本看到 對呀 你說在香港看到就不奇怪 日本牛油果壽司 有的就是迴轉壽司 有的跟三文魚一起 我覺得是順牛油果 對 順牛油果好像真的第一次看到 其實你有沒有試過 將吞拿魚再加牛油果 混在一起 然後加豉油加芥末 牛油果會很像吞拿魚 いただきます 嗯 牛油果加壽司飯 但是牛油果融在口的感覺 其實是好吃的 那我們現在就吃飽了 對呀 我很開心 今天整天這個藝術之旅 想不到可以參加到 江山縣第一次做的 藝術仔這個盛肆 沒錯 你作為一個藝術奶 當然第一屆你要來參加 我是有興趣想看其餘的藝術館 秋天來其實都很好 天氣涼爽又不會太熱 對呀 很舒服 海那邊的藝術仔 就有蘭烏龍海的藝術仔 而這邊森林的藝術仔 希望大家都嘗試一種不同的感覺 對呀 最後再提大家 由大阪過來這裡 買個JR Pass 就爆了這些車 記住是買這個 關西廣榮州郵券 再加這個江山樂油Pass 那就最划算了 嗯 沒錯 那我們今天的藝術之旅就完結了 下一條影片繼續是江山 帶大家在江山有什麼玩呢 江山如此多Fun 那好吧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請你高頭的手 自讚好訂閱留言 做會員看廣告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Goodbye 好 好